Give it up and it'll come right back to you 好了,剛才我們說了一些句子 現在我們準備了一些情境題 好,來吧 去BF家,不小心弄髒了一條褲 BF拿出一條女裝短褲給你換 褲是她的前輩 交給你和她 寶寶,我弄髒了一條褲,怎麼辦 你這麼笨蛋 不要緊,我拿一條褲給你 你穿了一條褲子 為何你家裡有女人的褲子 你有那條褲子在這裡 真是褲子 這是我的前輩子 我忘記了扔,而且挺漂亮 而且適合你穿 你先換了,別說那麼多 雖然前輩子有點粗 但我可能夾一夾都可以穿得到 那你穿了它,乖乖一點穿了它 你送了那條褲子也有前輩子 我看見你還沒穿夠 是廢物利用,現在二手衣襪 你真的很好,快點穿,快點穿 你倒閉都是我,不知道在哪裡撿回來 對,我們襪都是,你拿襪子 做得很差 好像Jojo一樣 我曾經也遇過一次 當時去了一個對方家 然後… 也不是男朋友 對方… 也不是男朋友 對方… 然後打算換一條舒服一點的褲子 因為當時褲子不知道是弄髒了還是怎樣 就打算換了褲子 但又擔心沒有褲子 怎知道她主動提供了一條褲子 女裝 當時覺得很兇 為何你家裡會有一條女生褲子 然後她就說,沒有的,用來做輪胎 我問甚麼輪胎 還有一些積氣的牙策 然後有一些… 酒店積氣的拖鞋 真的有很多這些女生的東西 橡筋那些 我覺得很奇怪 很明白 那你那一刻有沒有發生氣 我沒有,純粹覺得這個人很有可以 對方來的時候 就馬上不穿 對方,對不起 對方來的 對方來的 後來沒有繼續發展 她太奇怪了 我覺得在側面證明了她 應該帶很多女生上去 對,真的太多了 但如果我覺得那條褲子是她的前男生 我覺得沒問題 為甚麼 為甚麼 你穿人家的第二條褲 你穿了一條褲子 沒有,丟了而已 但你要穿 還需要她穿 沒問題 我覺得你為何要把她的前男生 你介紹一下 Hello,BB,是我的前男生穿的褲子 你穿來看 或者她穿完你才知道 原來我一直穿的那條是她的前男生的褲子 那我明明下面不穿褲子 不是 那你豪放一點 不是 我不想讓別人穿過的褲子 那你要穿她的前男生的褲子 還是穿她媽媽的褲子 媽媽的褲子 媽媽的褲子 可以 阿姨而已,很問題 阿姨可以 很奇怪 媽媽的褲子 她很奇怪 我們想想 其實我也覺得沒甚麼問題 因為我想如果真的… 阿姨還是褲子 褲子 如果你想想 你自己去代入 你要把褲子丟掉 你家的東西很難把褲子丟掉 你想想 其實… 很發青 很發青 不是 如果她真的這麼在乎褲子 真的不想留下任何證據的話 其實她會清得很乾淨 對… 但是如果她的褲子留下的話 我覺得很大機會 她覺得她根本不複一股 在這裡就要到 不扔就不扔了 可能晚上拿來問 她問她呢 對,她在想這件事 對,她在想這件事 她不懂 好,那下一個情緒題就是 男朋友叫女朋友回家看電影 播劇 男朋友跟家人同住 當時女生沒有進房間 拳頭都喊了 很生氣 拳頭都喊了 你嘗嘗吧 好,我們嘗嘗吧 BB,我在故事中看到你和Jojo Jojo在你家看電影嗎 對… 因為我們住得很近 而且她上來看電影時 我父母在這裡 而且她沒有進房間 我們看完電影就離開 那為甚麼你不叫我看電影 因為她住得很近 為甚麼 你不用走 不要再說住得很近 我住得遠足都是乘車 我怕你乘車 你別害怕,你甚麼都這麼害怕 對啊 她已經糟糕了 她在那邊辯駁 其實她應該說是真的 對,因為她也不找你 她說是你哄的 我哄,我哄 我來,你試試… 這個人要先解釋一下 快點,很累… 我哄,我哄,我哄 多人都不懂哄 我哄,我哄,我哄 BB,為甚麼Coba在你家看電影 我看故事 你不喜歡嗎 對,我不想 下次不跟她看吧 這些才是正老的 喂,大佬 甚麼 有些男生… 現在男生永遠都要解釋 我經常都覺得… 隨監的位置就是在於 你沒有解決的問題 你不斷地掩飾,不斷地解釋 不斷地為自己找藉口 其實你只要道歉,再加行動 就是了 因為那些真的超級好 男友的力氣 因為你的主要是自己另一邊 永遠都要找甚麼 有啊,有啊 有時候女生真的會找東西吵 好像我之前試過 我會找她的IG去追蹤哪些人 那個女生擺明就不可能 但我特地想找交錯 我就說,為甚麼你要追蹤她 然後她一句都會說 她打開手機,然後追蹤她 是 以後都不會再這樣 這是完美的 為甚麼你們這麼喜歡解釋 你解釋一下 你解釋一下 我會說一下 我也沒有話要說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沒甚麼 可能大部分 可能一個女生很友善 我是會先解釋 但之後我也會哄她 不,你不需要解釋 直接哄就行了 為甚麼你要浪費兩重步驟 也不是浪費很多時間 你知道為甚麼嗎 因為如果我直接哄她 她下次會變本加厘 你也會這樣說 我以後就不斷哄 不需要直接哄 直接認錯就行了 對 直接改過就行了 她是同同意 我同意 你會解釋嗎 我會 對,我們接頻同意 你不需要這麼多東西 我只是想想 Darriven Darriven真的做男朋友 搞不定 我也想想 我起碼要起碼 你需要後來人包養 我們下一個情景題 男朋友收到沒有保證的電話 走開聽電話 這個很厲害 這個 Darriven, Jojo,你試試看 我幫你們 先走開 各位 我這樣… 好 回來了 BB剛才的電話 這麼神秘的事 聊甚麼 沒有,只是廣告電話 甚麼廣告電話 他推銷了甚麼 BB,你有財政困難嗎 你現在不放電話來嗎 你為甚麼幫我 說到我 不是,遺產局那邊打來 有十多億身家 他說爺爺留給我 叫我明天去電話 你快點去電話 再打幾個電話 我先打電話 好 你說遺產局 這個不能跟你爭論 對,十多億個 你去看電話 你去看電話 你去看幾個電話 是這樣的 如果另一半 特地走開電話 我有可疑,我會馬上問 是 我要看她甚麼反應 如果你扭扭靈靈 隔了三天前 三天後,嬰兒三天前 你去吃飲品 很奇怪 很奇怪 我會寫下電話 我自己打去 差點甚麼 你很聰明 甚麼地產公司 你這樣幫我打你 這樣,是不是 我害怕甚麼 我就是正印 我就是要打她 看看你男還是女 你小三 人家才是正印,你不知道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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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小三 我告訴你們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否知道 那也是 不如嘗試尾句吧 收視尾句 再偉一點 收視尾句就是 我不趕著 她說我不趕著 我不趕著 我也是 我知道了 還是… 我好像演繹得很貴 這個應該是 我不趕著 我也是 行了,我知道了 那些 你都用了看字 其實沒甚麼 很笨 我覺得是語氣 對… 我也是 這個我真的很偉 你試試一下 收視尾句 是 我不趕著 我也是 好,再見 甚麼? 為甚麼? 我也是甚麼? 你也是甚麼? 沒有,是那些銷售的電話 銷售的?我也是 你想甚麼? 你是甚麼? 她想甚麼 她說是保險 想保險,你也是 那她說 她覺得你是乖乖的 對… 她說我也是 對,我說我也是 是甚麼不趕著 甚麼? 不趕著甚麼? 為甚麼要不趕著 她很緊張 她說我和你一起 一起打給她吧 現在很嚴重 為表我的真誠 你立刻打給她 你先打給她 你先打給她 當日份進步了 我覺得 進步了 我覺得她進步了 我覺得她學好東西 進步了 經過我們的高壓調教之下 我學會很快的 其實三句 我能用得著的鬼 就是我也是 因為很像 我很想念你 我也是 是嗎? 不會突然說我也是 但她也不敢 這個… 這個人很鬼 通常女人 一想著,我們就… 女人的直覺 對,女人的直覺就開始 不是 最鬼的那一刻 是故意走開聽電話 其實是,你別走開 你照說三句 其實我會發言到 不是 如果不走開,你在旁邊說 我也是 我也是 你不會對著一個陌生人說 我也是 有甚麼我們會說我也是 我買了金旗樂合彩 我也是 是 昨天看那套電影 我看得我哭了 我也是 我可能真的要看語氣 對 要看語氣 因為這些情景題 都只是說了頭 最重要是男女朋友 如何解釋這件事 雖然最重要 我們剛才有很多示範 就是Donovan那些 就是慢慢有進步 慢慢有進步 就是這樣 不要解釋那麼多人 但我覺得好像剛才有想起一個情景 就是如果男生已經離開了 即是不說話 你連吵也吵不了 沒有的 他不說話也可以吵 女生也可以不斷說 單機 對 那你會問他 叫他說話 你為甚麼不說話 那就逼得他說話 其實如果一個男生或女生 他完全不給你反應 完全給你反應 可能是愛的 但一定會逃避 一定是不想正面面對 對 你正面面對一定是兩個開口說的 對 我有這個男女朋友朋友 是我面前吵到瘋了 即是吵到我覺得很難聽 男女朋友的說話很難聽 不如你們不要再吵 但他們越是正面對大家吵 其實他們越來越恩愛 沒見過他們三個 但說話 這些很容易傷害別人 吵架 就是因為不說話 我們已經不說話 其實不說話就更壞 我最討論是單單打打的人 我真的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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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過今天的討論 我覺得我們左邊的兩位 要先進修一下 對… 男女也是 我們比較穩定的情緒 很不錯 我們下集可能請一些情感專家 來跟他們說話 我們下集可能要談男人生氣的位置 因為我覺得有些位置… 我真的不說話 我真的不說話 我們男生生氣的位置 你們不知道 其實今天… 昨天當日沒有人生氣 我跟男生很喜歡解釋 但我們超級的 我們很高興的位置 今天我們謝謝當日朋友 我們是創的小孩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們沒錯 我們下次見 我看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等於 我們來 … 我們今天 我們 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